哈喽嗨 大家好 我是飘雪 天气太热了 也没视频好拍 今天就给大家拍一拍煮菜的视频 今天中午我早在做一个红烧肉 红烧五花肉 然后炒一个土豆丝 炒洋葱 炒一个小白菜 一个排骨茶树菇汤 就这样简简单单的 中午我姐 我妈 我婆婆 我们四个人吃饭 天气太热了 知道吗 这边全是高温预警 太热了 没法出去玩 根本出不了门 在家里面都要躲在空调里面 当然受不了 最好也不要煮饭煮菜 最好叫外卖 有的时候都想叫外卖子 也不想走 太热了 我也煮 今天早上要去买菜 买菜回来又要洗 你洗完还要煮 煮完还要吃完还要再刷碗 买个外卖吃完 花式把碗一扔 反正又不用洗碗 多方便 也不会 太讲了 有的外卖也还好 你看我们去吃那个小碗菜 不是很干净的 哪里会不健康 你不要吃 要糟烤 要乱七八糟的 上来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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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油了 把油拿掉一点 不用这么多油 这油拿起来 以后可以炒菜 然后放在冰糖 炒糖色 就为了整次了 就这样直接炒 炒糖色 我就直接炒 本来现在把肉拿出来了 我就先拿好嘛 一次性的 就这样炒掉了 经常 然後放它不極限 再加一點點老抽調色 再加一點點鹽 加上水多煮一會兒 不然不會辣 他們咬不動 我媽他們咬不動 伯伯咬不動 煮個十分鐘 可能大概要 這樣就可以了 蓋上蓋子燜十分鐘 火不用太大 火可以適當的關小一點點 先大火煮五分鐘 然後再關小火 燜個五到六分鐘就可以了 差不多了 豆汁收成這樣就差不多了 已經出油了 然後放到點蔥瓜 這樣就可以起鍋了 加一點味道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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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這樣 加紅燒五花肉 然後我就用這個油炒菜了 不洗鍋了 炒菜 放在一開始 一會兒 先放在這兒 煮一會兒 飯 在這兒煮一會兒 煮一會兒 飛飆 炒菜 Cancer 超煮豆腐 對4個 炒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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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到这个蒜蓉 然后换点蚝油 放点葱花肥起锅了 今天这个没有炒酸辣主豆丝 就是青草主豆丝 我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主豆丝 我是很爱吃 主豆丝不管你怎么炒都爱吃 青草也好 酸辣也好 我真的很爱吃 换点小米辣也可以 要泼泼不吃辣 所以我就没放辣 一点都辣都不会吃 就这样 青草也挺好 没关系 鞋子 青菜要大火 这个火太小了 跑出来肯定不好吃 就这样了炒青菜 然后我就简简单单的 一个炒小白菜 这个是早上吃剩的豆腐沾酱油 然后这是红烧五花肉 这是萝卜 这个是昨天的剩菜 那个鸡排 然后这个是土豆丝 我们就这几个菜 好